可否透露幾個標準 即加倉選擇哪幾隻新能源概念來加倉 Tesla肯定昨晚沒有加的 因為已經加到Max了 已經很多了 但如果你說昨晚我們去加 反而沒有怎樣加新能源 因為新能源其實我們已經加了 佔我們股份內幾乎三分一 但你說新能源我可以說幾個標準 即不是只有Tesla 例如Enphase,EnPH 其實都是好東西來的 這一隻最近的業績 都已經告訴了別人 應該已經過完大家最緊張的供應鏈 即是供應鏈的問題 它開始將它的業務 在歐洲那邊開始上軌道 而且它還開始打到南美去打巴西 其實這間業務做甚麼呢 其實大家都記得Tesla除了車之外 還有電池儲存和太陽能 其實這間公司就是做後面的兩件事 即是做電池儲存和太陽能這件事 所以這個範疇我們都會看得到 其實這一隻也算是龍頭之一 所以我們喜歡另外一些新能源元素 可能不想經常說太陽能的話 如果你自己風險夠剔透呢 其實例如Bloom 即是BE 就是輕能源當中我們一向都會喜歡它多一點的 原因就是在輕能源裡面它走得比較前一點 它其實一向已經是幫助貨船做一個供電 甚至在南韓那邊其實都已經簽了很多合同 你看到這一轉突然一爆爆上去 這麼大的上升列口 就是當晚看到跟南韓有一間公司 又再簽了一個新合約 而那個收入 即是接下來的合約 即是叫做合約 接下來的收入是過去一年的收入的幾倍 所以立刻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差距 這就當作是一個新能源升級的一些過股的概念 就是要進入線 嗯 是